4月26日,王毅外长在接受卡塔尔半岛新闻网采访时,就多个议题做出最新表态。 首先,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,中东记者提问大陆是否会武统台湾。 王毅外长置地有声地说道,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,以何种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。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。 同时,我们的底线也是清楚的,就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。 对于外部势力干扰破坏,中国不会听之认之。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,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,坚定意志,强大能力。 在布林肯访华的前几天,美国众议院通过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, 其中包含对胎军援。 该提案表明,美国在事关中美关系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耍手腕、玩手段, 以持续武装台湾的方式干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 阻碍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。 对此,当着布林肯的面,王毅外长向美方画下红线, 要求美方不得干涉中国内政,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, 不要在设计中国的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上踩踏中方的红线。 如果美方明万不灵,必然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颠覆性的风险。 美方不要低估中方赶交日月,换新天的魄力和能力。 在台湾问题上,大陆不会有丝毫的退让。 除了台湾问题外,中东记者还就俄乌冲突、 袈裟冲突、胡塞武装封锁、红海议题进行提问。 布林肯访华前夕,曾污蔑中国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提供支持, 要求中国必须在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二选一。 对此,王毅外长表示,中方始终坚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, 始终坚持客观公正,始终坚持标本监制。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维护地区长治久安, 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做出更多贡献。 此前,中方曾多次澄清, 中俄之间正常的经贸交往符合世贸规则和市场原则, 不针对第三方,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。 美方却总是将中俄正常经贸合作和乌克兰危机挂钩, 美方看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对,需要树立正确认知, 而不是强迫中国与俄划清界限。 在加沙冲突议题上,王毅外长表示,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推动实现停火指战, 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。 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议题上, 王毅外长表示, 袭扰郭航红海民船的行动应当停止, 任何理由都不应成为攻击平民的借口, 国际社会应当依法共同维护红海水域航行安全, 各方都因为缓和红海紧张局势 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可以看到, 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议题上, 中美之间有一点共同利益, 那就是维护红海航运安全的意愿一致。 不过, 需要理清的是, 中国是真心捍卫红海航运安全, 而美国是为了给以色列缓解压力。 最后, 中美之间除了在地缘领域存在分歧和矛盾外, 还在经贸等领域存在分歧。 其中, 美方炒作中国产能过剩, 要求中方做出改变。 对此, 中方道出美方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的真相, 是美国搞保护主义, 打压中国发展的又一例证。 中国正当发展权力, 不容任何人剥夺, 对于任何泼脏水的行为都迎头痛击。 中方道出美国的国家炒作中国产能过剩, 如果我们进入去对面也有点资金状,